好,大家好,我是方鈺心 我現在是一個演員 也是前香港游泳代表隊的隊員 現在是HK Swimming Academy的建立 未出生的時候 我父母已經很想我成為一個游泳運動員 不只是想學游泳 是想我做一个运动员 个个父母都希望望子成龙 其实我当初我自己的父母 他就给了很少压力我的 他自己就说因为他自己不是一条龙 所以他不会逼自己的子女成为一条龙 我面对的家长都会有很多的 比如他们第一堂见到我的时候 就已经给了他们的奖牌 拿出来给我看 给他们的成绩表给我看 已经告诉我下个比赛是下一个礼拜 希望有进步 运动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你有付出都未必会有收获 但是你没有付出就一定没有收获 其实个个人都想赢 但其实最重要的你不是要赢人家 你先赢了自己 你先有进步 但你进步怎么来的呢 你进步一定要努力 你一定要付出才可以赢 你水上面多漂亮都没用的 你水底里面画水画错了 你也是不会快的 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 有很多专业的片 可以上网可以看到世界级的损失是怎样游 原来我以前游蛙式是游错了 如果我现在知道这个技术 我去我以前练水的时候 我的蛙式我都会进步 我香港纪录都会提高 其实我真的要帮一些艺人平反一下才行 其实我不觉得艺人是三分钟热度的 我们是艺人 我们差不多做一世都是艺人 我们没有转了工 很多打工仔在他们的打工生涯都会转工 难道转工就是三分钟热度吗 其实我们现在大约有三百个学生 每个星期二百多 开支会比较大一点 我想每个月的开支都差不多三十万 以前看过很多书都会说 你要做一个生意要坚持到五年 有八分之八十的生意是过不到五年就会倒闭 艺人做生意不是三分钟热度 是失败巨多 我自己会很努力去维持我自己游水的生意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是我的品牌我的声誉 我不可以将我的声誉就这样去断送了 我曾经在美国练水 我也都有一个问题问过 当时的一些美国的选手 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练一世都未必有机会代表美国队游一次 你最多都是代表学校 为什么你这么辛苦去游呢 他们就是说他们只想代表学校 甚至乎是入一间好的大学 拿到奖学金 但是香港你努力 你不仅仅可以入到一间好的学校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代表香港 去参加世界性的比赛 亚运、奥运会 所以其实已经很幸运 我以前常常都会觉得 就算你是香港第一又怎样呢 闪门你自己是第一 你自己就已经很威、很有成就感 而自满呢 刚才也说了 我们做运动员 不是只要赢人家 做运动员最重要是挑战自己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是 要肯去继续努力 还有要去谦虚 你不谦虚 你就一定不会努力了 那我说我肯去谈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